新冠肺炎新变种病毒Omicron来势汹汹 多个国家经报本土感染跟大型群聚感染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的研究数据指出 Omicron变异株造成重复感染的可能性 至少是原始毒株的2.4倍 比β、Delta病毒都要来得高 不过尽管新增病例跟住院的人数都暴增 死亡人数却有下降的趋势 综合媒体报道 美国CDC已经通报了境内新冠肺炎新变异株Omicron的首例 患者是2021年11月22号 从南非返美的旅客已经完整的接种疫苗 出现了轻微的症状 而且症状正在改善当中 正在自我隔离、检测呈现阳性 截至12月2号为止 全球已经有28个国家或者是地区 已经传出了Omicron的感染者 而且许多的确诊案例都已经完整的接种新冠疫苗 不过幸好大部分的感染这症状都相当的轻微 尽管如此 传染病专家仍然预测 Omicron将在未来3到6个月 成为全球的主流病毒株 攻陷全球 而疫苗研究的速度 恐怕跟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 莫德纳需要6个月来研发跟配送 针对Omicron的疫苗 辉瑞则表示能够在百日之内准备就绪 不过等到疫苗研发出来之后 基本上可能每个人都已经遭到Omicron的感染 因为它具有相当高的感染力跟传播性 Omicron的传染性极强 现在有国家已经传出了大型群聚感染事件 努威奥斯路一间公司近期举办耶弹派对 恐怕会爆发Omicron变异株大型群聚感染 确诊人数上看50人 报道指出由于该公司有些参加耶弹派对的员工 最近才从南非回到挪威 预料未来数天会爆出群聚的病例 也可能是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Omicron群聚感染事件 另外韩国仁川的教会也疑似出现了Omicron的群聚感染 疫情可能会进一步的升温 而韩国由于疫情的恶化 与疫情共存的松绑计划很咖 当局宣布从下个礼拜开始的一个月之内 首都圈禁止6个人以上的私人集会 其他地区禁止8人以上的集会 为了防堵新变种的Omicron 美国总统拜登也已经宣布了加强版的入境规定 不论疫苗接种的状态或只是出发地为何 所有赋美的旅客筛检时程将从目前搭机前三天内 缩短到一天之内 这一系列的抗疫新措施还包括了扩大追加剂接种 加强入境衰减的规定 加速国际疫苗捐赠的工作等等 目前美国本土加州 科罗拉多州 以及明尼苏打州都已经出现的Omicron变异株的病例 另外 夏威夷也有通报一名未接种疫苗的病患出现了中度的症状 有专家便表示 Omicron变异株的病例在全美各地出现是迟早的事 就投资市场来看 Omicron的变种已经让市场恐慌大约一个礼拜了 随着全球各地实施一系列新的限制措施来看 对旅游相关类股的冲击特别的严重 另外 Omicron引发的国际恐慌也导致了油价大幅的下滑 不过主要产油国仍然决定明年1月继续的温和增产 相关的报导指出 许多的观察家原本预期 OPEC家会选择在明年1月冻结产量 主要是Omicron病毒株出现之后 各国纷纷实施新的旅行限制 但是在OPEC13个成员国 跟另外10个盟友决议之后 目前仍然维持现行日产量 每月递增40万桶的计划